那头骨的嘴远远大于正常 我看了半场 觉得这有可能是个面具 为什么要用这块野人的皮毛包住呢 扔在这铁门后的地狱里 我和胖子就琢磨不透了 看那皮毛有人为加工过的痕迹 也不知道是值不值钱 我喘了一会儿气 见角落里乱窜的小射鼠越来越多 便不敢再多停留 迅速离开了这堆积累累白骨的地方 这铁门根本不是用来拦挡十罪八路的 而是为了防止从上面摔下来的罪犯没死 会从门中跑出去 鞋顶上的几个大洞 才是供了十罪恶兽进出的 要是再爬进来两个 那就不好对付了 胖子用了野人的毛皮 将奇怪的面具重新包裹上 夹在夜下 和我一前一后爬出了密度 这时外边明月在天 正是中夜时分 轮回庙的地面上 血迹淋漓 都是阿东被砍剩下的残肢 实在是惨不忍睹 我和胖子一商量 甭管怎么说 都是一路来的 别让他报失于此 但是要挖坑埋了 又过于麻烦 干脆就把他剩下的这点零碎 都给扔到了密宫里去 我们俩七手八脚的 把阿东的残肢 扔进黑色的铁门 然后把那尊银眼佛像 也摆了回去 偷这种东西 一定遭报应 还是让他留在密室里吧 接着又将铁门重新关上 用残砖抚墓 挡了个严严实实 这才按原路返回 回去的路上 胖子还一味的叹息 对阿东悲惨的命运 颇为同情 哎呀 我发现一个真理啊 英雄好汉不是人人都能当的 胡子良 还是你说的有道理 越是关键时刻 越是得敢于耍王八蛋 我对胖子说 也不能总耍王八蛋 瞎子有句话说的挺好 人活世上 多有无望之灾 江湖之险 并非独有风波 面对各种各样不同性质的危险 咱们就要采取不同的对策 自古道 功成为下 功心为上 咱们以后 要加强思想宣传公式 争取从心理上瓦解敌 我们边走边看 正说的没边没眼 却突然听到后边 有一串脚步声 似乎有人在跟踪我们 我们警觉起来 便立刻停下话头不说 回头向后看去 寂静的山轮土林 被月光照出的阴影漆黑的落在大地上 轮廓像是面目猙獰的猛兽 荒凉的高原上 悲风怒吼 启风啊 也许刚才只是错觉 虽然没发现什么异常 但心中坠坠 总觉得不太对劲 于是我和胖子加快了步伐 匆匆赶回探险队素赢的那处堡垒 趁着无人觉察 我们钻回睡袋里蒙头大睡 第二天一早 明书就问我们 有没有看到阿东那个烂仔 我和胖子 把头摇得像波浪鼓 没看见 我说阿东可能是觉得 搬氧气瓶太辛苦 受不了那份罪 提前开小差跑路了 胖子装得更邪乎 嗯 阿东 他不是在北京吗 怎么会在这里呢 明书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缺氧了吧 赶紧插管去 明书只好让彼得黄 到周围去找找他 最后见无结果 便也不再过问了 反正就是个跟单的 他是死是活 根本无关大局 当天向导告诉我们 今天走不了了 昨晚后半夜 刮起了大半夜的风 看来今天一定有场大雨 咱们队伍里 牦牛太多 高原上的牦牛不怕狼 也不怕藏马熊 但是最怕打雷 路上遇到雷鸣闪电 一定会乱逃乱窜 只好多耽搁一天 等明天再出发 回森阁藏部 我们一想 反正昆仑山 喀拉米尔的大概位置 已经掌握了 就算到了喀拉米尔 也暂时无法进山 因为装备物资都还没到 等一切准备就绪 少说也要半个月的时间 而且从阿里地区到昆仑山 几乎是横跨藏地高原 路途漫长 也不必争着一两天的时间 于是就留在堡垒遗迹中 果然不到中午 天空黑云见候 终于下起雨来了 众人在古堡中 喝着酥油茶干等 由于下雨气压更低 阿湘觉得呼吸困难 一直都留在里屋睡觉 其余的人 商量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然后胖子给明叔等人 讲起了他波澜壮阔的 道斗生涯 把那些人唬得一愣一愣的 我趁机把喇嘛和筛瑞扬 叫到我睡觉的食屋里 把野人的皮毛 还有那副纸壶的面具 拿出来给他们二人看 昨晚所发生的事 也简要地说了一遍 但跟他们说 阿东的死最好不要对明叔家 免得引起误会 他可能会以为我和胖子 谋财害命宰了阿东 别自己找麻烦 Sherry杨听后有点生气 你们打字也太大了 赤手空拳的就敢在深夜里去古城遗迹里搞恶作剧 亏你还当过几年中尉 却没半点稳重的样子 真出点什么意外怎么办呢 我对Sherry杨说 哎呀 好汉不提当年勇 一往昔 争容岁月愁啊 昨天晚上 包括之前的事 都已经成为了历史长河中 小小的一朵浪花了 咱们就不要纠缠于 那些已经成为客观存在的过去了 你看看 你看看 这面具上的字 能认识出来吗 这是轮回庙中 唯一有文字的东西 轮回庙和魔国信仰有很多相似之处 说不定 这其中会有些有价值的情报 Sherry杨无可奈何地说 哎呀 你口才太好了 你不应该当大兵了 你应该去当律师 或者做个什么政治家 说完 接过那副面具看了看 启到 这是 这是用葡萄牙文写成的圣经啊 我除了擅长寻龙诀之外 还有个拿手的本领 就是 别人如果问我一些我不想回答的问题 我就会假装听不见 于是我问Sherry杨 你还懂葡萄牙语啊 我说这些字怎么写的像一串串葡萄呢 我只能看懂一点 但圣经我看得很熟 这肯定是圣经 不会有错 加上喇嘛在旁协助 终于可以断定 这面具是一种轮回宗魔鬼的形象 用圣经制成如此恐怖的面具 恐怕是和以前藏地的宗教灭法冲突有关 喜马拉雅野人的皮毛 是古葬地贵族所喜爱的真品 据说有保温的作用 如果把尸体裹进里面 还能够防腐 王公贵族们狩猎的时候 喜欢将它披在背上做披风 可以在风中隐匿人类的气味 还有一说 是这种皮毛能裹住灵魂 使之永远不解脱 赛瑞扬想看看这面具中有什么玄机 便将面具上干枯的纸叶 一层层的剥开 发现这些圣经经书的纸张里 竟然画着很多曲曲折折的线条 是张地图 有水路山脉 还有城堡塔头 但不知是哪里的 由于再也没有任何依据 只能根据图中的地形推测 这可能是在大鹏鸟之地 古象雄王朝的地图 也有可能是昆仑山凤凰神宫的地图 因为已经消亡了的古阁王朝 与这两个地方之间有很深的联系 很可能保留着这两处古代遗迹的信息 有洋人偷着朝露了出来 准备去寻宝或者干些别的什么 但没来得及带出去 便遭到不测 人被扔进了地狱 为了十罪八路 而偷惠地图的圣经 被做成了恶魔的脸面 用野人皮毛包裹了 一并投入了地狱 但其中的详情 就非我们所能推断的了 总之这张几乎面目全非的地图 有一定的价值 Sherry昂忙着修复图纸 我就转身出去 到外间倒酥油茶喝 这时外边的雨已经小多了 但雷声隆隆 似乎还在酝酿着更大的降雨 天黑沉沉的 如同是在夜晚 看来天气明天能否转型 还不好说 外屋中的胖子 坐在火堆旁 正砍得兴起 明叔彼得黄 韩淑纳 名字叫做吉祥的向导扎西 都张大了嘴 在旁边听得全神贯注 只听胖子口沫横飞地说 胖爷我把那口大棺材里的老粽子 大谢了八块 脑袋埋在路边 胳膊大腿分别埋在东山西山 中间剩下一截身子 就一脚踹进了河里 胖子对彼得黄爽 就你们那什么亲王 正赶上那老爷子来我们中国 满大街都是妖谷队欢迎他的 外交部非让我去挥挥他 喊我可没工夫 闲乱他 就闭到乡下去了 找了间据说死过十七口人的凶宅 我这么一住 胖爷就这脾气 不信那套 什么凶宅阴宅 照住不悟 到了晚上 就开始清点从老粽子那摸回来的名气 咔咔咔 刚一清点 您才怎么着 明叔摇头头 有没有搞错 你不告诉我们 怎么让我们猜啊 你到底拿了多少名气啊 甭提了 名气了 刚点了一半房门就让人给撞开 外边那炸雷呀 一个接着一个 房门自己就开了 从外边滚进了一个东西 就是被我埋在河边的那颗人头啊 明叔等人无聊之余 听胖子砍大山 虽明知他是胡说八道 但这时外边的雷声正解 这废弃的古堡中有阴森黑暗 也不免紧张起来 我心中觉得好笑 心想 哎呀 胖子你真是好样 你就砍吧 最好把明叔心脏病下出来 咱们就有借口 不带这些累赘去卡拉米尔找龙顶了 我走到茶壶旁边 刚端起碗想倒些茶盒 胡亭里边传来一阵女子的惊呼 好像是阿湘 他不是在睡觉吗 这一下屋里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 就连铁棒喇嘛和筛瑞扬也走了出来 众人担心阿湘出了什么事了 正想进去看他 却见阿湘赤着脚跑了出来 一头扑进明叔的怀里 明叔赶紧安排他 哎呀 关于别怕别怕 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阿湘瞪着一双无神的大眼睛 环视屋内众人 对明叔说 看爹 我好害怕 我看见阿东全身是血 在这屋子里走来走去 别人倒不觉得怎么样 但是我和胖子几个 知道阿东死亡的人 都觉得背后冒凉气 这时铁棒喇嘛走上前去说道 他忠阴深了 必须赶快做忠阴渡王 否则他还会害死咱们这里的活人的 铁棒喇嘛说忠阴深不是怨魂 胜似怨魂 密宗中认为一个人死后 直到投胎轮回之前的这段时间 其状态就称为忠阴 喇嘛问阿湘 现在能否看见忠阴深在哪里 阿湘 战战兢兢的抬起了手指 众人都下意识的退后了一步 却见他的手指直直的 指向了铁棒喇嘛 铁棒喇嘛脸色突变 只叫得一声不好 随即向后仰面摔倒 我眼睛手快 急忙拖住他的后背 再看铁棒喇嘛 已经面如筋纸 气弱油丝 我担心他有生命危险 赶紧探他的脉搏 一探之下 发现他的脉息也是时隐时限 似乎随时都有可能 去往西天极乐世界 我根本不懂忠阴深是什么 似乎又不像是被鬼魂附体 一时之间竟然不知该如何是好 站在我们对面的明叔说道 阿东怎么会挤掉呢 难道是你们谋杀了他 说着对他的手下彼得黄使了个眼色 示意让他保护自己 一旁的胖子会错了意 以为明叔让彼得黄动手 于是拔出了散钉刀 想不上前想把明叔放到 彼得黄拔出匕首 好像一吨铁塔般 挡在了明叔身前 古堡中一时剑拔弩张 紧张的气氛 就像一个巨大的火药桶 稍微有点火星就会引爆 韩淑娜怕伤了他的干女儿 忙把阿湘远远的拉开 眼看胖子和彼得黄二人 就要白刀子进去 红刀子出来 我心想动起手来 我们也不吃亏 对方一个糟老头子 两个女流之位 就算彼得黄有两下子 充其量不过是个东南亚的游击队员 胖子收拾掉他不成问题 只是别搞出人命就好 Sherry 杨以为我要劝谨 但看我不动声色 似乎是想瞧瞧热闹 便用手推着我一把 我一愣之下随即醒了 不知为常 始终都没拿明叔那一组人马 当作自己人对待 但倘若真在这里闹僵起来 对双方都没有什么好处 我对众人说 诸位同志 大伙都冷静一点 这是一场误会 而且呢 我们这儿不是在贝鲁特 有什么事 咱们都可以心平气和的商量 我把阿东去王城遗迹 偷银眼佛 被我和胖子发现 以及他是如何惨死的事 说了一遍 明叔赶紧就泼下鱼 侯老弟说的有道理啊 有什么事情好商量吗 阿东那个烂仔 就是贪图些营头小的 他早就该死了 不要为他伤了何期 顿了一顿 他又说 现在当务积极 气这杯那么大吸完了 快把他的吸鲜烧了吧 要不言 咱们都会跟着遭殃的 我看那部古今圈上 有一部分就是讲的中阴身吗 明叔告诉我们 阿东这个烂仔 你们都是不了解的 别看他经常做些偷偷摸摸 拧门窍锁的勾当 但他胆子比兔子还小 他变了鬼 也不敢跟各位为难 但问题是 现在的中阴身 一定是被什么东西冲撞了 因为经中描述的中阴 那个过程是很恐怖的 会经历七七四十九天 在这个期间 会看到类似雄头人身白色的女神 手持人尸作棒 或端着一碗充满血液的脑盖碗 诸如此类 总之都是好惊的 中阴身一旦散了 就变作什么够 不烧掉他 还会害死别人的 然而明叔对此事也是一知半解 他虽然整天翻看那本《轮回宗古经》 但都是看一些有关冰川水晶诗的那种 对于别的部分都是一带而过 而且经书中对中阴身的介绍并不甚强 我低头查看铁棒喇嘛的情况 发觉喇嘛眼皮上 似乎抱起了数条黑色的血管 于是翻开他的眼皮 只见眼睛上布满了许多黑丝 就像是缺少睡眠眼睛里会出现红丝一样 但他的眼睛里的血丝都是黑色的 再仔细观看 发现眼睛里的黑丝延伸到了脸部 如同皮下的血管和身经都变成了黑色 网络纵横直到手臂 众人看了喇嘛的情形都不由得直冒冷看 什么东西这么厉害 此刻铁棒喇嘛人事步行 不可能告诉我们该怎么对付这种情况 目前在我们这些人中 似乎也只有筛瑞扬可能了解一些密宗的事情 但是一问之下 筛瑞扬也并不清楚该如何解救 中阴身是密宗不传的密钥 只有西金的少数几位僧人掌握着其中真正的奥秘 只怕铁棒喇嘛即使神志清醒 也不一定能有解决的办法 我心中焦急 难道咱们真就眼睁睁看着铁棒喇嘛死掉吗 他可是为了帮助咱们才不远千里而来的 他要是有什么意外 那还不如让我替他死呢 杰瑞扬对我说 老胡 你先别着急 说不定阿湘可以帮助我们 我想阿湘很可能具有本能的眼睛 让他看看喇嘛身体内的情况 或许能找到办法 前两天在路上 铁棒喇嘛就跟我们说过 阿湘这个小姑娘 拥有一双本能的眼睛 在密宗中喇嘛们认为 眼睛可以分为六种静静 第一种是人类普通的眼睛 是视力正常的凡人 第二种眼睛就称作本目 本能的双眼 那是一种有着野生动物般敏锐直觉的眼睛 由于没有受到世俗的污染 比人类的视力范围要大许多 这种范围不是指视力的纵深度 而是能捕捉到一些正常人看不到的东西 其次是天目 能看到两界众生过去未来多生多世的情形 第四种称作法目 例如菩萨和阿罗汉的眼睛 可以明见数百节前后之士 第五是圣眼 可以明见数百万节前后之士 最高境界为佛眼 无边无际 可以明见彻始彻终的永恒 我经筛瑞阳这么一提醒才想到 也许只有阿湘是个救命稻草了 当下便拿出我那副和蔼可亲的解放军叔叔的表情来 和颜悦色的请阿湘帮忙看看 解放喇嘛究竟是怎么了 阿湘躲在明书身后说 我 我只能看到一个血淋淋的人影 看样子 好像是阿东 被一些黑色的东西 缠在喇嘛师父的身上 右手那里缠得最密集 阿湘最多只能看到这些 而且看得久了就会头疼不止 再不敢多看了 我撇了撇嘴 这算什么呀 什么黑色的东西呀 等于什么都没说呀 但又不能强迫阿湘 只好扭头找塞瑞阳商量对策 塞瑞阳聊开铁棒喇嘛的衣袖 看了看他的右手 对我说道 刚才在看喜马拉雅野人皮毛的时候 喇嘛大师的手指 被皮毛中的一根硬刺扎断了 当时咱们都未曾留意 难道 这根本不是中阴身作怪 而是那张 皮毛有问题 没时间读书 那就倒听途说吧 家家听书馆 欢迎您继续点播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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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